我們倆是一個大學的 現在在一起已經兩年多了 但是他最近畢業了 跟我說不想在濟南工作了 這件事情讓我有點不太好接受 因為我們兩個家都不在濟南 我現在想法就是說 在濟南先安定一段時間 有個稍微穩定的工作 或者有一點收入以後再去別的地方去工作 但是他就一點都不同意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想的 而且現在我們倆一談這個事情 他就不和我說話 也不聊這個事情 我也挺憋屈的 我希望他也可以理解一下我 這樣的話也是為我們將來好 掌聲有請這一隊 有請 男嘉賓小超24歲 來自山西是一名職員 有請小超 有請 女嘉賓小雨23歲 來自黑龍江是一名幼教老師 來 有請小雨 有請 謝謝 歡迎兩位 主持人好 一個山西一個黑龍江的 對 怎麼認識的 在一個大學 大學同學 對 談了幾年 快兩年了吧 現在都畢業了對吧 對 畢業了 什麼問題啊 就是不知道以後 到底該在什麼地方 定居工作什麼的 好好好 你現在在哪兒 濟南 去山東了 對 在山東上的學 在山東上的學 對 你呢 我也是在濟南 這不就沒事了嗎 因為他想回家 回他家 要回 哈爾濱 哈爾濱 你不想回 對 為啥 因為我覺得 又得換一個城市 還能再熟悉好幾年 哦 你的意思就是 留在濟南得了 對 當下先留在濟南吧 哦 這有什麼不可調和的呀 為什麼一定要回家呢 因為就是 現在已經工作了嘛 嗯 那個 就是之前上學的時候 每年都會有 寒假和暑假 嗯 然後就 也都有回家的時間 然後現在就挺想家的 今天八月份 回家 參加了一份 姐姐的婚禮 親戚啊 朋友啊 都在家裡邊 然後當時我就覺得 特別好 就想回家 但他不願意跟你回是嗎 對 他覺得 如果他和我去 他是倒閘門 而且我覺得 現在已經二十一世紀了 哪有倒閘門這種說法 而且不和父母住在一起 平常感情好嗎 我也有 那時候還算挺好的 但是就是現在 工作之後就有很多矛盾 肯定的 要不然早跟你回家了 都有哪些矛盾啊 就是有一次他朋友 非得叫我們去吃火鍋 然後 但是當中午我就已經 吃得很辣的東西 我就特別不舒服 我就不想去 他就一直在求我 他就說你和我去吧 然後就也都算是 共同的朋友 然後我就和他一起去了 到那我就一直 都說不舒服 我不太想吃 他就說 那我給你煮點麵條吧 當時還覺得 挺關心我挺好 結果呢 他煮上了倒好 自己也 先給他盛了滿滿一碗 然後我就覺得 很不可理喻 然後我就開玩笑 和他說 我說你不是說 給我煮的麵條嗎 你為什麼自己全吃了 嗯 然後他當時他就不樂意了 你怎麼說的 他一下臉就拉下來了 我當時也沒那 沒怎麼想 我就說煮了以後就吃呗 反正還有 我當時也忘了那把事了 但是他把一鍋 那一盤麵條 全都倒裡了 你這讓我怎麼想 你是覺得我胖 我全都能吃了嗎 嗯 那這個事不說 那你之後摔筷子走 怎麼回事啊 那是你把我惹生氣了 你那麼說我都沒面子 他說 他說是你自己說的話 別怪我和你翻臉 你說那麼多人 在那兒做了我還怎麼吃 還有一次 我不知道比如說 參加聚會嘛 聚會 就是同事朋友 什麼之間的聚會 比如是周五吧 那天晚上我們同事說聚會 然後當時又當了有點事 就吃飯就晚了嘛 然後我也約車了 我跟他說我約了八點半的車 然後九點就回去了 他說等一會兒 然後到時候那個司機給我打電話 他說到不了了八點半 他說得到九點 然後我一想這壞了 然後還得又給他打電話 他就不高興生氣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不能再低一個車什麼的嗎 我說大下雨天 對啊你一會兒八點一會兒九點 你什麼意思 他當天已經答應我了 一起去看電影 然後他後來他又和他朋友去吃飯了 你說這算怎麼回事吧 你們怎麼老為吃飯這點事鬧呢 這有什麼呢 行行行 你去過他們家嗎 我去過 怎麼樣 挺好 挺好還不去 那就是剛開始剛畢業嘛也是 然後就是覺得 先穩定一段時間再說 你去過他們家 我去過 見過他父母 見過 你去過他們家嗎 去過 見過他父母嗎 見過 也就是說你們是奔著結婚去的是吧 對 奔著結婚去 麻煩了這事兒 堅決不去 也不是說完全不去 就是怎麼說呢 我就想先穩定幾年再說 也不確定這種事情 那你招什麼急啊 讓他穩定幾年唄 但是我覺得穩定 你在哪穩定都行啊 我現在就是想回家 不是你回家你做什麼呀 回家我現在想創業 幹嘛呀 我覺得就是開一個什麼小的店啊 都可以 什麼店 比如說什麼奶茶啊 小飯店啊 蛋糕店啊 咖啡館啊 我覺得都可以 行行行行 你怎麼想啊 我覺得吧 剛畢業 有沒有什麼社會經驗 有沒有什麼經濟能力 他就一直想去創業 有一次去他家的時候 也是今天夏天吧 去他家 他姐姐結婚我們回去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不想回來 因為待了一周 就是又有感情了 我感覺就是 還是家裡好 然後我也不想走了 然後我們不是已經提前 買好車票了嗎 我就一直不想回來嘛 他就說 他說那你不回拉倒 反正把車票給你放這兒 他就摔了 然後他自己就走了 那你回來沒有 後來隔了一周回來了 你們倆關係好嗎 你再跟我說 好 好 沒看出來 就這麼點事都解決不了 還叫好 那現在在济南 是個什麼生活狀況呢 和狀態呢 就是正常工作狀態吧 一般 你為什麼就不跟他回去呢 不是 我想著回去吧 又是一個陌生的城市 還得再 對於他來說是 他家熟悉的城市 對於我來說 那是一個陌生的城市 你們倆當時誰先畢業的 還是同時畢業的 我先畢業的 你當時怎麼想著 留在济南呢 為什麼不回家 那會兒回家 不就沒這問題了嗎 你回到老家 然後他畢業 他就跟你去 當時我也不想回我家 就跟他說的是 我也不想回我家 然後就說 當時約定就說在济南嘛都 然後他說 約定好的 也算約定好吧 隱晦地提過這件事情 你不是跟他說好了嗎 怎麼又變呢 但是那個時候 是在我上學的時候 他不是比我早畢業一年嗎 在我畢業之後 我就覺得這個城市 可能不太適合我 而且就是 工作壓力啊 什麼的 挺大的 然後 那你就回家唄 對呀 現在就是想回家 你回唄 那就一滴戀了呀 我不喜歡一滴戀 我也不喜歡 那叫什麼感情好啊 分都分不開 叫什麼感情好啊 來我問問你 回東北是要開小店是吧 對 資金準備好了嗎 嗯 資金這個方面就是 現在剛工作一年嘛 嗯 就是手裡的錢也不是很多 嗯 這點我已經想到了 怎麼辦 然後 嗯 家裡會給出一些 好 然後剩下一些準備貸款 我不贊成 因為他光想著開店 他沒有考慮過風險 萬一失敗了呢 可是你沒去做 你怎麼知道 你就會失敗呢 我覺得還是需要 去嘗試了之後 才能知道自己 到底是不是合 創業還是工作 那你們倆現在是因為 回家而矛盾呢 還是因為回家要創業矛盾 我問問 如果在他們家 跟你找一份 穩定的工作 你願意回嗎 嗯 這個東西 現在我是真不想回去 別回避 現在真不太想回去 為什麼不 因為 說真實想法 就是不想離開 目前這個生活環境 哦 覺得幾難好是嗎 還行 對 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 啥意思呀 他就不想跟我回去 我現在的意見就是說 剛畢業 然後在這邊 先工作個兩三年三四年 再網定一下情況 畢竟有點近基礎 可以攜攜一些人脈 或者經驗什麼的 嗯 然後再去選擇 是否創業 因為我總覺得 剛出社會 什麼都不懂 會被別人忽悠 或者坑什麼的 但我覺得現在 就是已經工作一年 就可以創業了呀 哦 就也算有經驗 工作經驗了 所以你一定要回家創業 你在井南先創創業 不行嗎 嗯 在井南創業也是可以 可以吧 那不就沒事了嗎 但是目前是他現在 又不想跟我創業 他說什麼風險太大 然後沒有錢 所以這件事是這樣的 女生最早的想法是 回家創業 對 男生說不行 是吧 現在女生退而求其次了 對 說不回家了 在井南創業 是這意思吧 回井南了 男生還是說不行 是這意思嗎 對 你的意思就是 你說的女生就應該聽唄 也不是說我說的 就這意思嗎 我聽明白了嗎 你看 在井南 女生說行 在井南 女生說我現在要創業 男生說不行 現在不能創業 經驗不豐富呢 女生是不是現在 只要不說不創業了 就沒事了 是不是嗎 嗯 是還是不是 是 那不就完了嗎 你就別再說創業了唄 好好當幼兒園教 是不是挺好的嗎 我還是想就是為我們以後 拼一下 拼啥呢 他都不要拼 你要拼什麼呀 首先是感情吧 你是拼了感情 為了創業成功 不也白費嗎 所以大家看 看起來說的都是創業 我一直在關注 我說你們感情怎麼樣 兩個年輕人都 我們感情很好 真的那麼好嗎 真的這種衝突就是創業 在哪兒創業 或者說結婚之後的 該怎麼辦嗎 我們聽聽老師們的分析吧 一起進入邱比特問卷 來波鴻兄 好 要解決去向問題 確實要先解決心態問題 他要回老家 是工作 並不是讓你住到他家裡 所以如果回到他的老家去工作 這絕對不是倒叉門 這個你有點武斷了 這件事情 我認為完全可以做下來 大家好好的謀劃謀劃 雙亮雙亮 所以我個人還是認為 先把這個心態解決了 今後去向就迎刃而解了 好不好 好 謝謝寶寶兄 謝謝 來 莎娜老師 我問一下你為什麼不要他開店 他開店是要讓你拿錢 跟他一起嗎 這個不是 就是我覺得風險比較大 沒有經驗 人家帶自己的款 花自己掙的錢開店 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也是為他好 你怎麼知道人家最後會失敗呢 我不確定會不會失敗 但是進入單的風險 是相對來說比較大的在現在 不是的話是一定會失敗的 但試了起碼有50%的機會 對不對 是這樣想的是吧 我覺得在開店的這個問題 創業的這個問題上 你給他應該是支持和動力 你如果真的擔心他 不是一味的阻止他 你是會去幫他集齊各種各樣 開店的一些資源 或者幫他做一些市場調研和分析 而不是一味的打壓 那女孩子我想說的是 女人有自己的事業還是應該的 但是至於她給不給你支持 這個再說 但是我覺得你要想好的事 你未來要怎麼創業 這個店在開之前 要做多少的準備市場調研 你不能盲目地聽別人說 我創業成功了 他創業成功了 你看到的都是成功 但你不知道那些成功 付出了多少 你更不知道 100個人裡面 可能只有一個成功的 被你看到了 99個人慘敗的失戀 你沒有看到 再者再回到你們兩個人的感情上 其實對於你們兩個人來說 自己的生活事業 可能都比對方要重要 這是你們對待 愛情的一個態度 所以如果有了這樣的一個排序的方式的話 那就再想一想 你們兩個人的未來的路是什麼樣的 是真的就奔著婚姻走的嗎 可能有的時候只是假象 在我的未來的世界裡面 你排在什麼位置 這一點很重要 問問自己的心就好了 好吧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尚大老師 來 圖老師 說戀愛靠的是五關 但是結婚靠的是三關 但我覺得你們三關根本不靠啊 你看 他要把你的夢想扼殺在搖籃裡 無論你如何便說 他總是覺得你的創業是沒有希望的 無論你是回老家還是在濟南 他認為跟著你這樣一個女人 是沒有希望的 認可沒有看到 理解也沒有看到 相親相愛我就更沒看到 就這樣 好 謝謝陀老師 這個大概就是 一直在問你們的感情好嗎 因為其實看到在這段關係當中 男生相對自私一些 你發現了嗎 他提出的所有要求沒有一個要求 你是為了他而做改變的 所以這麼一種關係 你們自己去考慮它 我們一起進入真情60秒 我覺得我們就應該好好的在一起 我是做得有點不對 什麼你說的話我都不太支持你 但是我也希望咱們相互 把他們的愛情維持下去 在一起也兩年了 在一起也兩年了 反正希望以後不要那麼打壓我 就是讓我們一同 創建我們美好的未來 亮燈吧 好 謝謝兩位請回吧 好 來 請關門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現在請拿起您的手機掃描 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下載萬事達手機客戶端 進入到天津衛視的直播聊天室 邊看邊聊直播過後 也可以通過天津FTV網絡電視 或者萬事達手機客戶端 繼續收看本期的節目內容 歡迎大家登錄優酷網 騰訊視頻 搜狐視頻 愛奇異樂視視頻 請PPTV距離收看節目的完整視頻 看選擇吧 看選擇吧 請開門 坐下 去吧 有請我們的小話童 有請 來 有請我們的小話童有請 開門 開門 好 請 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 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斯保湿节活动期间 加食员送一套 纯净几宝石 时刻透水嫩 要保湿伊贝斯 保卫爱情呵护那几天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 由古方红糖提供的爱情保卫站 那几天呵护礼盒一份 祝你们开心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你 被你疼惜又装暖影 在梦里诠释你 不要再质疑 把我耗尽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互相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距离 我一定要好好的对她 我爱她 我只是她的决定 我扬意 请两灯 请两灯 来 如果是真爱 你们好好珍惜 好吗 请回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爱本来就没什么落迹 也许也是不经意 相遇在人海里 就知道是你 好 谢谢啊 祝他们幸福 祝女生创业能够成功